字幕志愿者,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人民必答》的環節 身邊嘉賓有我們的高級分析員 志愿者,Herry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暫時行指下跌91點 報在26,660點 國企指數暫時要繼續跑輸回大市 跌158點 播在13255點 成交方面達到860億 都見到逐步收窄的情況 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楊小姐 楊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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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什麼股份 你好 小先生 你好 接三 多謝你 我呢 因為我拿著一隻2905 他現在又說要供股 供股貨度都很大 又說供實 我應該調了它好 怎樣繼續供好呢 OK 好 本身在什麼位置拿了貨 我那時候是未隨正支持拿的 我知了好小好半 一直都有貨 好 看回今天 南鼎國際是2905 報在5.9 暫時升幅到4乘4 都說到合併之後 一公十 而且都是一個隨正日 怎樣看回 如果之前一直都有拿著貨 要看看楊小姐 你有沒有多餘錢跟他玩 我覺得這隻股份 今天這樣抽上來 很明顯是引你攻 因為三毛子攻 現在好像很底攻 如果升上來 但問題是 你拿了一些權回來之後 會不會說 接下來有一個跌勢在那裡 因為很明顯是一些資金 就強行暴力地抽上去 試過抽到7毛6子 我建議楊小姐 如果你有多餘的錢 就跟他攻 如果你沒有特別 可能在想 沽了貨 可能還有其他股份的心水 你就不如沽了他 所以如果你計5毛8子來說 用3毛子去計算 好像挺抵工的 但問題是 我自己會想 你的倉位 或者你本身多餘的資金 會不會有在那裡 如果你是沒有的話 就不如沽了他 有才陪他玩 好啊 始終好像看之前的股價表現 trend都是向下的 都要小心點去處理股份 都多謝楊小姐你的內電 聽完下一位家庭觀眾 就是劉先生的電話 劉先生 你好 主持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拜託中國女業 4.7日 4.7日的中國女業 是不是應該自設還是持有 2600 沒錯 好啊 看回暫時2600 中國女業部在4.09千位置 跌近3% 4.7日如果拿貨 都有一定的幅度 就是在捱价 其實前景上來看 有沒有機會有反彈 因為看到這兩天 其實都跌穿了100天的 移動平均線 認識是否仍然是差的 2600 你計位啊 線啊 就是什麼 Clickline的一些技術指標 都好像跌穿了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劉先生 你本身要保持股份 你可能會守很久 要看看你本身 你可不可以保持股份 保持久一點 因為近幾段時間 我們看到 中國女業 我覺得跟經濟的敏感度 很高的股份 所以要等到PMI 或者是中國那些 不同的經濟指標 叫做好一點 對於資源的需求 是會做好一點 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聲勢 你也可以問我第二條問題 就是會不會那次大 如果有反彈的話 它會跟上去呢 我想它是第二 第三批才會跟上去的 所以這隻股份 我會覺得 如果它連4元都守不住 就要走走貨 如果你本身 OK 我可以保持很久 如果你保持一兩季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 會回到你的家鄉價 只不過是一個時間成本的問題 好 感謝Harry的分析 希望可以幫到你 劉先生 轉體看電郵方面 有一位就是阿Moon 也想問一隻股份3988 由中行 本身沒有貨 想問一下 現價去買入 可不可以 還是有沒有別的位置 可以建議給他 中行部在5.16 暫時偏遠跌超過1% 其實之前都說到 運改方面都存在 可能下一間的內銀 都是回到中行方面 會不會說現在來說 都很划算買呢 今天呢 現在在做5.16 3.18 我就會選擇 不移動大藍 發生什麼事呢 和雪營也跟進 我一直都說要等幾個因素 我們現在證據又表決了 我們見到聯儲局的議息會議 紀錄又出來了 我們都知道今晚 歐洲央行的會議 不會太講希臘的結果 打算拖到weekend 所以其實我們已知的不明朗因素 就出了結果 但是我發覺市房有些新消息出來 是說A股全部倒進去 今天那個運改的消息 就已經是消化了 A股的金融股全部倒進去 我會覺得你不如 如果你打算是中行的話 等一等5.1以下 我都會穿一穿的 臨近5元邊才能吸回 如果你說運改 或者是未來一帶一路的措施 它都是亞投行的proxy這樣炒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吸的 但是你要等一等 另外有一位家庭公眾 叫阿希 想問一下1766的廣發證券 他在24元有貨在首格 問一下現在是否應該要止蝕 1776廣發證券佈在22元 暫時偏遠跌差不多2%下來 而且今天又去到上市的低位 最低是21.8的位置 近日來說一些中資權商人股表現都一般 尤其是兩隻半新股 華泰和廣發都越跌越有 那想不想止蝕嗎 我不會止蝕的 因為現在說的 雖然說深港通會延避 會令到深港通的概念股 其實沽壓會比較嚴重 但現在問題是現在不是沒有深港通 所以我會覺得現階段你去到22元 其實你看圖就真的很難看 你看到27元不斷沽下來沒有停過 但是這個形勢我會覺得 下一陣如果整個市反彈 有些券商股會彈得很快 所以我建議你22元就不如不要止蝕 等一等它 我覺得守得過 你說回到賣入價甚至近水平 當市況一回轉的時候 港版證券應該會有一陣爆炸力在那裡 好 要等一等 守住 另外就聽回電話 電話方面有黃小姐在旁邊 黃小姐 你好 是 你好 是 紫辭行 我都問1207 是 我今天買了6號月子 其實他又給那個保利配股 給那個不保利地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黃炎批之後不斷下跌 好 前卷是怎樣 好 看看1207上智集團 暫時報在6號月子的現價本身拿了貨 對今天來說 跌了3%下來 我想問前景上 可否看得好 尤其是之前引入了保利地產 成為他們的單一大股東 似乎對於股價沒什麼幫助 股價為什麼沒有幫助 黃小姐 你不要只看保利地產 可能會變成一個大股東 你都要留意上次的主席被人監視著 現在說的是一些反貪腐相規的情況出現了 為什麼你會看到股價呢 其實是很尷尬的 引入保利地產做一個大股東 但是同一時間上次的主席又被人監視 同一個消息出來之後 市場就不理會 就害怕 因為如果你說主席被人監視 跟保利地產的交易可以告吹 所以在那個市場上看 就會做了一些風險評估 但是本身黃小姐在現在買 我覺得其實消息反映在股價表現上 所以你不如都等一等它 如果你說保利 其實真的做了大股東 股價就會醞釀反彈 但是問題是 你需要留意一下消息 因為現在是懷疑引入 就是懷疑引入的原因 所以接下來是否實行單丟 會變成一個風險 好的 謝謝Harry跟我們跟進 也希望可以幫到黃小姐 暫時先跟進到這裡 時間也差不多 說的股份有沒有哪一隻持有 沒有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普通話直播環節